真的王浩大哥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平行时空 然后呢从政治上从军事上甚至从经济上 我下了一个标题台湾人恐怕是走向了一条 相对的长远的脱中入美的道路 因为台美的经贸显然会加速的谈判 然后会渐进的脱中或者渐进的降低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然后如果中国永远卡住不准我们参加有中国的多边经贸协议的平台 比方说RCEP那你每天都不准我参加 我去参加美国队啊我参加日本队啊 那你不要啰嗦啊 所以台湾事实上这个政治的结果 最后能来影响到整体台湾未来多年的国际路线 对这个形势是很明显的 我们刚才有提到跟英国的一个对比关系 我自己觉得确实有可比性 因为英国以前也是跟美国是特殊的关系 英国跟美国英美同盟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同盟 那1970年代初英国才加入欧盟 那然后到现在这个从1970年代初到现在经过将近50年时间 不到这个英国就脱离欧盟脱欧入美 重新第一药物是跟美国签订FTA嘛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也有走了一个类似的路线 那因为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是台美同盟 台美同盟 那台湾这个台美断交以后 有10年左右的时间有点不确定了 但是到了1980年代开始台湾进入中国投资 进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然后过去20年 特别是马英九当政时期 当然是跟中国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 但是这一次经过这次台湾大选的结果 特别是如果川普能够很快启动台美FTA的谈判的话 那么这个台湾重新进入美国的这个实质同盟关系 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自己觉得确实2020年对台湾经济 可能最重要的当务自己是FTA 就是FTA 这个FTA当然有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谈了 这里面特别跟 林杰第一天就说美牛美猪处理一下 我自己觉得美牛美猪不是一个 不是问题 我觉得是实际上 台湾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蔡英文如果够明快 美牛美猪都给他过 美牛一过台湾一堆人吃翻天 每天那个每年进口量大增 台湾明明有一大多样爱吃美牛的钥匙 但美猪可能需要管理 特别是瘦肉精跟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 可是用国际的标准 反正地球上怎么管理美猪台湾跟进 我觉得这里面三个问题 一个确实是就是怎么样美牛美猪的标示 在这个超市里面卖 你要标得很清楚美牛美猪这些情况 那第二一个确实给台湾的养猪的养牛的农民 给一些更多的补贴 让他们继续保持竞争力 同时因为现在台湾的猪也可以重新出口了嘛 那个猪出口的问题 因为没有非洲猪的问题 没有非洲猪问题 没有口提议的问题的话 就可以重新出口了 可能政府要在这个推销台湾猪肉出口的问题上 加大力度 那因为你美猪美牛美猪进来 台湾猪肉牛肉可以出口出去 那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贸易往来的关系嘛 不用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来处理 但是农委会确实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了 而且美牛美猪的议题 如果绑住台湾因此台美FTA可以加快加速的话 这是一个值得的交易 是 就是说地球上的交易都有代价 听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没有免费的FTA 那RCEP要你先吞一国两制 那不吞一国两制的话 吞一下美猪然后赶快换一个FTA嘛 就大家吞什么嘛 就是台湾社会可以看嘛 吞一国两制比较商还是吞美猪比较独 而且他们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会先让台湾的猪农完成猪肉出口的 比如说叫日本 因为以前我们出口日本 猪肉出口金额最高 折合台币大概是五六百亿的规模 等于猪农先发大财 发大财之后呢 再讨论到美猪要进来的问题 国内大概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少了 而且照非洲猪瘟这种搞法 地球上的猪肉 今年的全球价格会不断的涨 目前这个情况你出口到日本也可以 你出口到大陆也可以 我觉得出口到哪里猪肉出口到哪里 实际上都可以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但是就是说你能够帮助猪农具体的 加大出口 帮助猪农具体的这个降低成本 有竞争力 同时你开发美牛美猪 然后同时给消费者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包装上面的警示 说你这个用者自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美牛美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至于这个CPTPP的这个核实问题 我觉得核实问题可能需要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和宣传了 因为说老实话这个一个是这个离这个福岛核污染的这个年数 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核实在日本也本地也在消费 然后也有出口 实际上现在台湾对于日本核实的进口的规定 要比中国韩国其他国家要严格很多 那实际上也没有太大道理 你反正跟国际上同样的标准来做就可以了 那只要包装上也明确的标示嘛 那看看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 那能够推动CPTPP的这个进展的话 今年如果能够把FTA和CPTPP两件事情 有很实质的进展的话 对台湾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文豪大哥你也首读很多蒋经国的资料文件了 你观察他晚年何以对民进党 对共产党的态度跟战略有所调整 这里面确实是有调整 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这个美国的压力 这里面包括江南岸 包括美国台湾关系法里面 实际上是有专门条文 要求台湾实行民主化 真的台湾关系法里头有这个 对有这样的要求的 对于台湾的人权保障 对于台湾的民主化 美国关系法是对台湾关系法是有明确要求的 所以这个1979年台美断交以后 美国国会还是不断的公开的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要求国民党放弃一档专政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压力 那第二个当然了这个民进党和党外力量 也不断的通过一个相对和平的方法 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 我觉得这个党外的压力 这个而且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办法 来推动这个改革 但是又是不断的在街头 比方说美丽岛啊各种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国民党是有压力的 那当然第三个蒋经国自己个人 他也理解到这个国民党也好 中华民国要长期生存 特别是中华民国要长期生存 必须台湾化 中华民国台湾化 因为它确实是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无论是宪法 是1947年在大陆制定的 当时的国会这些个万年国大代表 是1947年在大陆选出来的 然后立法院90%也是在大陆选出来的 所以这个状况实际上是无以为继的 因为这些人肯定会死的嘛 那所以对于蒋经国来说 中华民国台湾化是必须走的路线 不然的话它的整个统治的 宪法和政府的合法性 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他才说 他自己才说 我来了台湾40年 我也是台湾人 蒋经国自己说 我也是台湾人 跟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说 我是台湾人 这种所谓自然独 天然台 自然天然台 天然台 现在年轻人是从小 不管他爸爸是 就是不管他是外省三代 还是本省三代 还是混血儿 反正他说台客 是啦是啦 就是天然台 就是台客台妹嘛 所以他就天然台了 但是蒋经国并不是在台湾本地出生 但是蒋经国在那个时候 政治语言也讲 我是台湾人 这是一个政治语言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语言 第一个他说我是台湾人 第二 蒋家后代不要搞政治 不要选举 那所以这个 第三一个就是说 他开放党禁报禁 开始要推动这个台湾的民主选举 当然了这个 实际上这个台湾这个蒋介石 1949年来了以后 也一直有地方选举的 这个台北市长也曾经一直有选举过 台湾省议会也一直选举过 所以这个立法院也一直有一些小部分的改选 所以说这是一个渐进过程 但是就是到了蒋经国晚期 只不过把这个渐进过程加速了 那么当然这个蒋经国因为突然去 所以他安排 我自己一直认为他安排李登辉接班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 也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 就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 他就是说一定是要正副总统搭档 一定要有一个台湾人 作为一个本土化的象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蒋经国当时确实我不认为他曾经考虑过 外省人当他的副总统 他一直是考虑是要有一个本省人 只不过是领阳港还是李登辉的差别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自己觉得这个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台湾化确实是蒋经国一直在推动的 特别是在晚期主要推动的政策方向 而且历史很偶然 20201月11号蔡英文是817万张选票的这个支持 这个是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以来的历史新高的得票数 那蔡英文当然很多人定义 他是李登辉的传人或门生 那李登辉事实上是1988年1月13号 那这个当时蒋经国过世 那他就这一个直接接任了 那所以就改变了台湾近代史的政治的命运 对 当然当时蒋经国过世 是因为医疗的状况 身体的状况突然发生的 因为实际上蒋经国过世前的几小时 他都还在工作 还在还在做准备去上班的状况 那就是所以李登辉这个接任 当然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宪法规定 他就是副总统直接接任 但是他接任副总统以后 是不是同时接任国民党主席 当时国民党内部有很剧烈的斗争 曾经这个宋美龄是不希望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的 那这个这个故事有很多了 而且那个时候党大于政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李登辉就会变成一个阳春傀儡虚位总统 是是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 对于国民党主席的争夺战 也一直影响到台湾政局的发展 对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那个时候1988年 那现在2020年 其实结构也类似 对于国民党主席的争夺战争